NBA圣诞大战迎来一场焦点大战 遭遇四连败的胡仁坐镇主场迎战篮网 不过原本KD对决LBJR13的戏码 因杜兰特触发健康和安全协议而未如期举行 不过哈登在缺阵半个月后迎来复出 为这场比赛增添星光 最终篮网客场险胜胡仁 并送胡仁五连败 没有杜兰特 没有阿尔德里奇 没有欧文 这样的篮网实力只剩下一半的功力 就算胡仁缺了安东尼戴维斯 可是还有詹姆斯 威斯布鲁克 安东尼和霍华德 没想到哈登和米尔斯两个人就干翻了 整个紫禁军团的防守体系 而在詹姆斯在场的时候 胡仁的进攻和防守还能跟得上 可是等詹姆斯下场休息的时候 整个胡仁就像失了神一样 根本就跟不上对手的节奏 没办法 沃格尔菲兹戴尔只能让詹姆斯 不断地刷新上场时间 在休赛期的时候 球队总经理佩林卡拆除之前的阵容 围绕詹姆斯戴维斯重新打造一支新的球队 于是他们送走了哈雷尔 波普和库兹马 换来了威斯布鲁克 并且配备了安东尼 霍华德 小乔丹 龙多 纳恩 蒙克和阿里扎等 一杆汉将 辅助三巨头 从阵容来看 胡仁人才积极 詹姆斯戴维斯身边不缺乏防守 可惜理想往往是美好的 现实无疑是残酷的 胡仁已经成为扶不起的阿斗 进攻稳定性太差 他们的防守问题更大 总是让人一波流击垮 当农眉哥倒下后 小乔丹不堪大用 霍华德不受教练组的待见 所以紫荆军团就摆着一个小阵容 安东尼 詹姆斯两名老将长时间被顶上中锋位置 可惜效果非常差 胡仁的护矿能力下降太多 让对手敢于冲入内线得分 也让对手的大个子 享受联盟第一中锋的感觉 在斯坦利约翰逊加盟后 胡仁外线终于有一个防守的大闸 可是内线总是让两名老将 去顶不是长久之计 假如他们在遭遇伤病侵袭 此经军团本赛季也就这样了 所以引进特纳 班巴等大个子成为势在必行的事情 就在昨日 据NBA记者Jake Fisher的报道 消息人士透露 球队总经理佩林卡与步行者谈判取得突破 洛杉矶湖人接近中锋特纳 佩林卡会送出2027年的首轮签 小塔克和纳恩以及一个次轮签 特纳是联盟的盖帽王 他的加盟不仅仅是能够帮助胡仁队提高进攻能力 而且还能够提高防守能力 詹姆斯如今已经37岁了 对于他来说 没有时间来等待球队成长 他和胡仁队都需要快速变现的总冠军 而不是浪费时间 因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紫金军团需要尽快敲定这笔交易 感谢观看